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家常菜当中也比比皆是 今天咱们就请陈庆师傅用这薛丽红给您做一道美食 薛丽红也叫雪菜 是我国长江流域普遍栽培的冬春两季的重要蔬菜 它价格实惠 营养美味 今天陈庆师傅给大家带来一道传统的江南菜 雪菜炒鲜笋 制作简单 好吃下饭 感兴趣的话 您也一起来跟着学学 雪菜炒鲜笋需要准备的主料有雪菜鲜笋 辅料有枸杞 调料有鸡油等 今天为大家带来美食的是孔一级上宴的菜品总监 擅长制作江南菜的陈庆师傅 另一位则是营养学家王怡 这位就是陈庆师傅 大家很熟悉 这位大家也很熟悉 营养专家王怡 咱们说今天严格的说应该叫雪菜炒鲜笋 对 但是北方说习惯就叫雪里红 是吧 其实北方 南北方都能用 其实这种就是北方的雪里红 咱们家常腌咸菜 对 北方标准的 对 市场上也能见到 一到秋后成捆成捆的买 对 然后洗完了放在大缸里 是吧 那不是前面还得加工好 有很多步骤的 我觉得这就是洗吧 洗完放在缸里 然后放上大盐粒 压上石头 60年代的时候基本上怎么干 70年代不怎么干 70年代 80年代 现在不怎么干了吗 收拾一下 稍微再 我看我们那时候还院子里双根绳 然后上面挂了好多水 我们先脱水 先晾 家里亚不一样 因为你不晾的话 它那个水分太高的话就不好 对对 我把这个环节给忘了 确实是应该先晾 晾干了以后 虽然好了 那时候家里院里很多都挂着 这也是雪里红吗 这也是 这为什么颜色不一样呢 这个是 应该具体说的应该是在宁波的雪菜 叫宁波的腌雪菜 就是宁波的腌制方法 腌制出来的跟这不一样 不一样 为什么这个这么绿 那个不那么绿呢 它是水不一样 盐不一样 而且那植物呢 它的生长期比它快 它细 它脱水快 而且它那边是容易半湿的 不像咱们那么干燥 北方气候是干燥气候 还是湿的气候 您现在今天做的这个应该是江南菜 所以叫雪菜炒仙子 那严格的说还是应该用这种雪里红 对 是吧 对 就是几种方法 就是两种雪菜都可以先用 但是都可以用这种方法来炒 其实它的做法是很多的 最重要的话 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雪里红 它有很强清热的作用 好是还可以沥尿的 所以说在我们春季的时候 用用它的话 还可以说帮我们有 说在雪里红当中 这个含钙量也相当高 是这样的 是吧 对 那么在这里面 它一个小小不然的 那更重要的里面还有鲜维素 其实今天把这两发 给了我们特大的一个气水食物 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的 在我们的雪菜里 还有大量的叶力素 是吧 叶力素也很强的抗氧化性的 您比如说要想做好这道美食 怎么挑选这个雪菜呢 就是说什么样的雪菜 是上等的雪菜 上等的雪菜 首先是气味 气味 您可以闻的 这个我闻 您闻闻 您闻闻这个味 这个味有什么特点 就没有发钢的味道 应该是这样说 对 而且还有一种 这个蔬菜的那个 清香味 清香味 还在 跟盐的话就反映那种味道 很清香 而且不是这样 我们这个 这更清香 这应该是 对 这明显的就是雪菜的那个 它晒的不够干 这晒的不够干 纯是盐的味道 而且它有那个十字 就是我们讲 它是十字花科类的 里面还有那种 就是有点那个 芥油的味道 这个雪里红是怎么回事呢 它就是芥菜的一种变种 是啊 培育出来 所以说你在过程中 它没有发钢 你就能闻到它原始的气味 其实在全国各地 就包括世界各地 只要有华人的地方 都有盐菜 其实都是就地起财 在什么地方 有什么样的研究 用什么样的 然后什么样的食材 就用什么做 关键还是 其实最重要的方式 就是一个储存的方法 对 那咱们说完这个了 说完这个咱得 开始操作了 开始操作 这个雪菜啊 这个雪菜在家炒菜当中 得问问陈庆师傅 它是不是也占有 很重要的一个位置 就说有很多美食 是用雪菜做出来的 要按照传统来说 在江浙里 是雪菜炒菜 差不多一百多道 哎呦 你看 家常菜 这是家常菜 家常菜 咱们可以说 雪菜可以煮年糕 雪菜年糕 这是典型的 加点虾干 就是宁波菜的雪菜汤 你看 然后咱可以炒黄豆 我们可以炒豆瓣 豆瓣 对 炒腌笋 笋干 那什么 多了 那就多了 咱还是切这也得了 这跟东北酸菜一样 东北那大白菜 不好保存 可是冬天吃什么呢 就慢慢就发明了这个酸菜 然后就大缸大缸的鸡酸菜 它也好保存了 然后又把那个原始大白菜的味道又发生变化了 而且呢 后来一检测这个酸菜当中的营养物质也很丰富 对呀 它里面还有很大量的卤酸的 这跟我们鸡酸菜的方法应该说是有很重要关系的 所以这个最初这个雪菜形成可能跟这个整个储存的方式啊 都有关系 它就切成这样啊 不切得很碎 不要切得太碎 好 我们做点水 因为它有大量的盐分 所以我们把那盐分抽出一点 因为过咸了 这个很咸吗 很咸 我觉得咱们那个 头米的水 头米的水把它留下来 然后把那个咸的芥菜放在里面 让它拖盐 那可能更快 那快一点 而且拖得还彻底一点 对 但是呢 这个是速成一点 速成一点 什么呀 这个速成少于均重点 你加点清水 你加点盐 让它作为平衡 它是从一个高浓度到低浓度的过程 所以它现在是高浓度的过程 你稍加一点盐 我们叫饮子 然后把这水让它平衡下来 让它往这边走 它就渗出来了 所以说对于腌菜来说 大家处理这个盐量的时候的方法 其实是很多的 这个说到这个 现在说雪菜 其实在家里 比如自己想制作一点咸菜丝 你买一个的 切成四以后 也要这么处理一下 对 不然就没法吃 对 你可以加一些香菜 加一些葱丝 加一些什么香油 但是你之前要这么处理 盐的味道处理不掉 所以必须要先把盐 对 要不然的话太咸 健康也不利 关键口感也不好 盐瘦肉太多也不见得是好事 对 但是首先头一点 你盐瘦肉太多以后 你要拿别的找均衡 你要吃淡的东西 对 对吗 基本上咱们在全国地方吃 腌菜 咸菜 基本上配粥 七个东西 对 好 水开了 开了 我们就下一下 放进去 有一个问题 它要一放 我就琢磨 切碎的血菜放进去 营养会不会流失很多 你看一座美食节目 都成了行家了 在我们的拖盐的过程中的时候 那么还是要整拖的 这样免得在水里流失的沉稳 整得拖的话 这就是说 你要做一桶水 要一桶水做开之后 加一点盐 然后把它整过进去 但是你吃的时候 要分四处来尝 你一定要每天要换水 定期的割保鲜柜 就是这样 你要是说 自己觉得追求这个东西 没问题 你就整拖一下 切一大份 然后大家整个的搁解 拿保鲜柱封好 搁在冰箱里面 然后两天换一次水 那容易坏 有点东西不好 我们煮着这个的时候 我们弄一下笋 笋 这笋也是 我看是两种 两种笋 这是冬笋 这是冰笋 这是鲜笋 这是鲜笋 要说这个季节应该吃鲜笋 对 这个冬笋和鲜笋 它是根据季节才秘密的 在春天的时候 我们叫春笋 这个季节这春笋 是不是大量上市 大量来上市 是吧 来我们给它切成小的薄片 这也是先除过水的 处理过的 这个一定要是要 我们说的 要在水里焯一下的 因为我们笋中的 这个草酸特别多 特别丰富 所以焯的过程中 是一个去草酸的过程 这个草酸对人体 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对 关键它是影响 我们人体盖子吸收的 那就一定要处理 拿开水焯一下 草酸基本就焯掉了很多 能去掉了70%以上 那这一定要焯一下 如果草酸这个摄取过多 影响钙的吸收 对 还有没有别的呢 同时它还容易有节食的 所以对于这个 笋子的操作过程 是很重要的 那么对于发育的孩子来说 最好呢 我们说减少草酸含量的 这种食物的摄入 比如说菠菜 那就一定要焯 要焯一下 也是这个意思 对 也为了去焯 是吧 那除了这个春笋 这个像这种冬笋呢 是不是也得焯 都要焯 在笋子里面的时候 它的含量是很高的 那对于我们现在吃的芦笋 绿色的芦笋 也是要焯一下的 它里面的含量是比较高的 那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的是 今天我们在现场要做 会发现呢 这个皮包得很干净了 那如果在我们家境中 想储存这个笋的时候 别包皮 把皮留着 谁是用 谁是在包 好 我们这煮的差不多了 我们再给它控住了 雪菜在前期腌制的时候 含有大量的盐分 因此我们在制作雪菜的美食前 要先进行初步处理 目的是去掉它的大量盐分 做法很简单 水做开以后 撒少许的盐 把雪菜放入锅中 煮透之后捞出 鲜笋中含有草酸 会影响身体对钙的吸收 因此在制作的时候 也需要焯烫一下 但鲜笋的焯烫 与雪菜略有不同 还要放水 放水 焯这个了 焯这个要放盐吗 不放盐 不放盐 放一点点糖 呦 这样会加速它的块 因为什么 因为瓷子里含草酸 吃的时候回味是有点色的 所以通过焯煮过程中 加一点糖 然后又掩盖了色 同时它也不滤 也同样不影响草酸的去除 来 加一点糖 那就放锅里了 是吧 对 直接放锅里了 其实这个 我觉得这个水还是很嫩的 只是焯一下而已 是吧 先实 其实就是王老师说 那个除草酸的时候 你要煮大概得六七分钟 是吗 因为你肿透了 对 而且什么都不加 什么都不加 就纯水 煮开了 它前期已经处理过 这是前期处理过 那要是那么煮的话 草酸是除掉了 有一些维生素 有一些营养物质 是不是应该也流失了 但是在这里很重要的 我们在这里时候 看你要摄取它什么 为主要的目的 此时我们要的是 笋中的膳食纤维 所以在吃它的时候 让我们在春天 获取更多的纤维的时候 就选择它了 而且它还可以去内热的 而且尽量使鲜笋 出来的效果要好 你吃起来的脆感 完全是不一样的 你要使罐豆酸 罐豆酸里边 它是长时间储存 它会加一些东西 然后你要煮的时间要更长 所以你还不如买鲜笋 但出生力会可能低一点 但是你吃起来的口感 可能更安全 硬食硬紧吧 好了 这就可以飞透了 鲜笋的处理与雪菜略有不同 雪菜是要在淡盐水中煮透 而鲜笋切片之后放入水中 要稍微加一些白糖 有助于去除笋的色味 而且可以去掉大量的草酸 下面就要开始正式烹调了 雪菜与鲜笋都是纯素的食品 如何能让它们炒出来更香更美味呢 我们的陈庆师傅有好办法 快来看看 炒这个菜我们要加的油 就加冻子油 冻子油 就加鸡油 鸡油 对 这是鸡油 鸡油 鸡油 为什么要放冻子油呢 两个都是素素 然后我们拿一点荤油去炒 可能效果会好 因为把它那个油脂 正好敷在上面 然后那种口感是不错 那为什么要选鸡油呢 比如有的人可能吃猪油 猪油也可以 鸡油可能更健康一点 稍微的 鸭油也行 鸭油也可以 但是你要晓得它一个是味道 它这两个最终现在的 获取的全部都是高纤维的 然后雪菜也是纤维的 然后笋子也是纤维的 所以它这餐要上来的话 特别适合我们今天在餐桌上 有个什么炖的肉啊 这样的话 我觉得当它上这道菜 旁边得炖一肘子 开餐 我做过这个类似的菜 我有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菜做不烂 做不烂 做完以后它不烂 我就不知道这怎么解决 所以就是说你先宽点 现在加冻子油 中间加一点料酒 烧的油 还要它这点油吧 最大一个特点 比方我们过去传统的炒肉末的话 那要煸出来的油脂 比这个油脂还高呢 对 是吧 所以实际上它现在用的这个动物的油脂 是借味的 对 而借味过程中呢 你不要担心的是什么呢 我们就一定要配有大量的纤维的 这样的食材 来帮助我们把它排泄掉 先不要加盐 什么都不加 先加什么 加料酒 哦 先加料酒 到底是什么的 先加料酒 让它那个动物脂油 充分的把那个雪菜的味道 这就是你吃雪菜 没有那个腌菜的那个 什么说叫那发肝的味道 你看 这种气味都不一样了 对 而且这个 而且它 你们觉得它颜色有点变了吗 有点变 而且我觉得 整个来说 看着就很滋润 不是那么干的 先加一点水 加一点点水 关于点小火 不要太大的 那就搁这个 就是小火 你看 这种状态 然后这时候 您再加什么 再加您的调料 少许的盐 少许的糖 少许的糖 少许的 这个盐 一小瓶都够 毛肉意义上 这个可以 要是味道合适的话 就可以 我不加盐了 都可以 就是一比一 你加盐多少 你加糖多少 只要抵出那个味道 但是盐的含量还在 对 平衡的 所以要算下来的话 在当时的时候 去掉它的盐的时候 要是有保留的话 我们就放一点 我觉得这个可以藏着来 对 如果那个雪菜 那会儿 盐 去除的不是很干净 这会儿就少放 或者不放 是吧 这会儿把笋下去 开大火 这不用盖上盖儿焖了 不用盖上盖儿焖 你稍微收一下 它那笋刚才已经焯熟了 让那个笋充分的吸取 那个雪菜 跟动物质油 那个香味 跟那个汁 就要让它收进去 这些菜之间也是芥味的 芥味的 我觉得放这点动物质油 我觉得还是很有作用 你看这个菜也亮 对 稍微亮 然后我们加一点 去一下杂味 加一点什么 加一点胡椒粉 一点点 香油 香油这么早就放 对 马上就要出锅了 出锅了 因为我看那个 小香葱 什么枸杞 枸杞要加的 枸杞是带什么 出锅之前放 对 出锅之前 长时间炖枸杞 枸杞会脆掉了 不成形 对 而且枸杞相应的成分 跟这个锅中的油脂结合之后 它相对来说 它的药应的价值也降低了 所以它后放的时候 这样油脂减少了 这枸杞的 有时候人们经常用的枸杞 泡酒喝 对 这个泡酒也能摄取 这个枸杞当中 有效的成分 因为枸杞里面的成分 我们讲成分有几个融法 一个是水融的 一个是脂融的 一个是纯融的 所以放在了我们的酒里面的时候 所以纯融的和水融的 让枸杞都能够把油脚成分 好 我一般的喜欢 比如熬小米粥 放点枸杞 对 也好看 而且它这个特点也非常好 因为小米粥里面没有油脂 让它能更好的发挥作用 出锅了 这道做法简单 开胃下饭的雪菜炒鲜笋 就制作完成了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第一 雪菜切成粒 放入淡盐水中 煮透之后捞出备用 鲜笋切片 放入水中 加少许的白糖 煮熟之后 捞出备用 第二 锅做热之后 倒少许的鸡油 放入雪菜 烹料酒 加少量的水 用盐 白糖调味 放入鲜笋 调入胡椒粉 香油 水淀粉 出锅前 撒枸杞 翻炒均匀 即可端上餐桌 这道美食做好了 看着这个笋 很滋润 我想吃起来 也一定很嫩滑 对 怎么能够让这个笋 吃在嘴里不柴 很嫩滑 一是 就是除草酸 煮透 第二 起锅炒的时候 一定要吃动物质油 让它封住了 因为它两个 都是粗纤维的东西 我觉得拿一点 动物质油 来去磨合 因为本身植物里的 也含有份 但是就是少 你拿一点动物质油 帮它去更平衡一点 而且你看这个菜 一点汤都没出 对 这是也是一个 炒的过程中的 一个功夫 对 其实雪菜的 原始的味道 融入到笋里 笋充分的吸汁 其实笋是吸水的 但是有时候 你烧的时间太短了 一盒笋 不会吸到那么多水 所以笋是吸水的 笋是不吸油的 不吸油 这算不算一道江南的名菜 算 是吧 雪菜炒鲜笋 雪菜炒鲜笋 不知观众朋友 您是不是学会了 而且通过 陈庆师傅做这道美食 通过王仪 给我们讲这 其中的一些道理 我觉得不但学做美食 关键是 吃得更营养 能够更健康 好 天天一食 明天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